你知道最喜欢雷欧奥特曼的导演是那位吗 没错 这是那位拍摄了超银河传说 等等奥特曼大作的动作替代歌 阿泽永远的好兄弟 版本浩一 从出道做开始 版本就一直喜欢扎带雷欧死活 还因为想拍新生代雷欧 舞蹈出一个幻视玄代师 雷古洛斯奥特曼 甚至在某次纪念活动中 版本还和雷欧剧组的三位主演 举办了一场精彩的脱口秀 经历阿泽将会你重返这场会面 一起来聊些 你所不知道的雷欧奥特曼幕后居士 脱口秀的主角 自然就是饰演雷欧奥特曼人间体 凤原的真下楼 以及饰演奥特曼人间体 周星南的生死谎死两位老爷子 最后一位则是特别嘉宾 饰演湘君的富永美依赖 虽然50多岁 但笑起来果然还是当年那般模样 连我们的西野见到相随 都实惠言心慧 时光仍然 雷欧奥特曼即将在2024年 迎来自己的50周年纪念 而西野提起这段黑历史 第一时间想起了当时拍摄的趋势 雷欧中麦克对的对招 本是一个叫穿上铁大狼的角色 但任性的西野 只喜欢用大号高调虐人 从不开小号阴阳怪系 无奈远古只好答应 让他继续出演猪星团 这便是奥鹏亲儿子代身的第一步 结果刚出场 赛文就想到折耳朵折腿 变身戏海无视自通 学了个奥特炸弹 只能说 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开局 谢谢你远古 我们都知道 特性是贯穿雷游整部剧的重要元素 这一元素 也让演员们印象十分深刻 团队长曾在第三话时 命令凤云通过切开眼前的瀑布 来完成自己的新招式 别看剧中西野一连正经 实际他内心的想法是 不过比起皮肤部 更多人可能还是对 对类化的吉普车特性记忆游戏 俊胜下爷爷说 当时西野开的是一辆 相当老旧的吉普车 即使突然刹车 也会向前滑出六米左右 再让速度开得又快 要是一不小心跌倒 这有被车碾死的风险 下了再赶紧找监督进行了投诉 有此推断 剧中的眼神不是凤云的演技 而是演员本人的真情流露 真是辛苦老爷子了 实际上特训严肃 还对白门导演 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电影《超银河传手》中 他特意安排 原本不会登场的雷欧 以赛罗师傅的身份 进行了一个丝绸的公报 接下来凹的使用事实 赛罗跑去给银河 与维克特利特训 给他们刻上了新的外挂 玩事后一年不到 维克特利又抄取路边的小木棍 与X奥特曼 在树林里上演肉身肌剑 为了挑雷欧这种体育型奥特曼 必须经历的特训节目发扬功大 版本属实是费尽听思 当然了 版本深情的雷欧爱 不只体验在特训这一方面 2017年 刘老主导的杰德奥特曼第一化粥 有场基础杰德 与库罗哥莫拉 在城市中心的水战 正式吃进了黑小岛上 雷欧与马格马西人 开局后柔战 虽然水时规模不大 但拍摄出来的效果 同时 奥特之王奥爷子 是挽救雷欧射世率的 重要概念之一 杰德奥特曼的故事 同样围绕着奥特之王 来进一步展开 更甚者在周后期 杰德他把奥王做成的融合素材 全宫变身成为最终形态 皇家百万大师 也就是尊皇 时至今日 杰德依旧是唯一一个 借过奥王力量的新生代奥特曼 这些雷欧要素 无一例外是导演自己夹带的私货 作为一名热水烧河南儿 版本的野心 肯定不只是让前辈奥特曼 在新作争科算什么贼男 他在脱口秀中直言闹 我一番的狙点是 《鲁特曼·雷欧的新作》 我中间有很大的想法 趁着这个男的的机会 版本也询问场上的 齐叶和真下爷爷 想知道两位奥特曼人间体 对新生代雷欧有什么意见 我刚才说过 逆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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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怠惯了 传下去 谈谈原言是真的 兄弟们我先喝到了 玩笑归玩笑 老爷子们到了这个年龄 再想拍头去一场景 怕是身体也承受不住 不过问题不大 这不雷欧还能找西叶他儿子 赛罗继续过海吗 一想到西叶 主动把儿子丢给了自己 老爷子脸上 不仅露出了健康的笑容 万万没想到 负债子长这个梗 又不完全是个梗 当年赛文特性结下的仇 怕是赛罗这辈子都很难华的心了 至于盘门口中的这个新雷欧奥特曼 能否实现暂时还是个未知数 但至少新生代雷欧 雷古洛斯奥特曼 很快就会在下半年开始放松 两位人间体种种有序的想法 也许真的会在其中 变成现实也说不定 最后活动即将接近维生 散了了一个多小时的期夜 趁势发表了自己的干笑 那么 大家手を振っていただけたらと思います 欢迎订阅